当时孟师傅在杭州简丁路上这家烤鱼店吃夜宵 他看到不远处的路口 有名男子在踹车就拍了照片 孟师傅说过了几分钟 他吃完了夜宵准备离开 结果有两名男子向他走了过来 其中一位就是照片中的男子 孟师傅的同伴报了警 孟师傅的儿子向记者转述了 他从警方监控中看到的内容 用拳头打头用巴掌伞脸 对然后打完之后老爸躺在地上了 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俩一个姓龙的直接用脚往我老爸的下额骨踢了两脚 没有还手全程 周围的人呢 周围的人的话他们就去拉帮忙拉架 采访时这家烤鱼店还没有开门 记者问了附近几家商户都说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 孟师傅目前还在这道儿院住院 医院诊断的结果是下颌骨骨折 左上门牙松动 新功能不全 震发性 嗜素等 后期需要植入心脏除颤器后 再做下颌骨骨折手术 孟师傅说自己还不到50岁 之前并没有心脏的毛病 他怀疑跟这次被打有关 小孟手里有其中一名男子龙先生的电话 他打了过去 小孟说 目前已经花了15000多块钱的医药费 其中5000是父亲公司店的 因为后续还要手术 他们挺着急 龙先生表示 孟师傅说心脏问题跟这次被打有关 他不太认可 接下来会和小孟当面谈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当天其中一名男子因踢车被行政拘留 现在要等孟师傅的验伤结果 如果验伤结果达到轻伤 将对两人采取刑事拘留 腰宝横剑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